- 大家好! - 欢迎来到台湾好农的频道! - 又来到这个炎炎的夏日! -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小斌一样 - 很想吃一些清爽甘甜的食物呢? - 这边小斌私心推荐! - 这是我们的绿竹笋啦! - 但是绿竹笋要如何挑选处理和保存呢? - 这边就让小斌告诉大家吧! - 欢迎追踪订阅我们的绿竹笋! - 欢迎我们台湾好农YouTube频道开启小铃铛! - 绿竹笋汁多少怎么挑? - 这边小斌告诉大家五口诀! - 白、弯、短、肥、像牛角! - 这样挑出来的绿竹笋肉质会较为细嫩甘甜 - 很适合做成吃爽的沙拉喔! - 如果在绿竹笋上面发现有一些 - 虫孔或是伤痕的话 - 那个部分会硬化! - 记得要把它去除喔! - 而身形较长而止笋壳带点绿色的绿竹笋 - 可能会有一些苦味 - 这样的绿竹笋建议和排骨一起炖汤 - 汤口也很鲜甜喔! - 接着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绿竹笋的笋煎 - 当笋煎的颜色较黄时代表所受的光合作用较少 - 这样子甜度也会较佳喔! - 绿竹笋汁多少? - 怎么处理? - 这边小编告诉大家绿竹笋买回家之后 - 一定要立刻处理! - 这样不论是炒笋、是煮汤、是做成清爽的沙拉 - 才可以保有绿竹笋原有甘甜的味道喔! - 这边小编推荐大家两种处理方法 - 第一种锅子煮法 - 首先呢先将绿竹笋外壳洗净 - 这边记得不要将外壳剥除 - 这样等一下在煮的时候较能保持它的鲜甜喔! - 洗干净之后呢就将它放入锅中 - 在锅中加水 - 以淹过绿竹笋为主 - 盖上锅盖 - 煮约20分钟 - 20分钟之后关火 - 并将绿竹笋取出放凉 - 要放到凉水当中 - 以锁住它的甜味喔! - 第二种绿竹笋煮法 - 电锅 - 一样将绿竹笋洗净之后放入锅内 - 并加入两杯水在外锅 - 盖上锅盖 - 等待它跳起来 - 电锅跳起之后 - 一样将它取出 - 并放凉 - 接着来切我们的绿竹笋 - 首先呢 - 先将它从这一面切一刀 - 浅浅的切一刀 - 然后接着呢 - 剥除它最外层的笋壳 - 那这边呢 - 你觉得不嫩的地方呢 - 都可以把它进行剥除喔! - 你觉得如果底部啊 - 或是前面有一些老化的地方的话 - 就可以把它切除 - 接着呢 - 把它切成可入口的大小即可喔! - 这道料理再加上简易的沙拉酱 - 就是一个切少的夏日料理咯! - 绿竹笋汁多少? - 怎么保存? - 随着离土越久 - 绿竹笋的紫山青糖肝会越来越多 - 渐渐的会产生苦味 - 纤维老化 - 所以不论甜度还是口感都会受到无响 - 所以说买回家后一定要照以下方法 - 尽快保存处理喔! - 不论是要煮成沙拉还是要煮汤 - 随着时间的推移 - 绿竹笋的美惠是会渐渐流失的 - 所以尽量大家要早点使用完毕喔! - 煮熟放凉后 - 将它放入保鲜盒 - 或是待中 - 记得不要将笋壳剥开喔! - 再放入冰箱保存即可! - 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将它煮熟 - 可先将绿竹笋底部较老的地方 - 先微微的切除 - 接着呢 - 在底部抹上盐巴 - 将餐巾纸沾湿 - 包裹住绿竹笋的底部 - 最后呢 - 用保鲜膜将整根绿竹笋包起来 - 放入冰箱冷藏即可! - 那我们今天的绿竹笋之多少 - 就到这边结束啦! - 你学会了吗? -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台湾当季 - 吃饮好食材 - 欢迎追踪订阅我们台湾好农YouTube频道 - 开启小铃铛 - 追踪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- 得到更多第一手的好消息喔! -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- 大家拜拜! - 我们下期再见! - 你买看看 - 大历 - 愚一月 - 好 wish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